大家好,我是Bell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故事书 叫我才是国王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我才是国王 我是一只猫 亦都是家里面的国王 喵 我很忙,要忙着取消我的指纹们 但是早上我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 这样到了晚上我才有精神保护他们 我要求的回报不多 只是希望他们可以不断摸我 令我可以一直放松 真是舒服 舒服,好舒服 我这个国王真是做得很爽 除此之外 我还要求无的可爱 但今天早上 有一件很可怕的战灵发生了 我一定是做了些什么 令我的指纹不开心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 喵 这样做啊 这样对我 竟然他们带了一只狗 回来 那只狗还要舔我 喵 喵 喵 狗 狗 是超级烦的 而且他们都是怪胎 骯髒鬼 其实老实说 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是灵智商的 整天在追自己 那只狗的名字 已经追不到了 还要打死我这些食物 喵喵喵喵喵喵 喵 身为一个门婚的王 我决定教下他的规矩 但他好像说的都听不明白 我现在在说什么 而且我的指纹 几乎都忘记了那只规矩 不断摸一只狗 喵喵喵 喵喵 我不明白 他们难道不再爱我了 我不敢相信 不行 好了 到此为止 不要忘记了 我还是这家屋的王 喵喵 所以 你和我 走出去 你和我 快点走 出 我 我竟然没说完 他已经自动自觉走了 喵喵 喵 真是太好了 那只笨狗竟然真的走了出去 但看真一点 有人带他出去 也不要紧了 一切终于回到正轨了 安静又舒服 做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没有人哭着我 也不会有人烦得我 但是好像有些太安静 我的世界恢复正常了 好安静 不是 还没 但是 无所谓 我和小狗可以建立一些新规矩 然后一起遵守 但是 他一定要记得 我才是家里面的王 那今天这本故事就说完了 小朋友 你们家里有没有养什么 它们会不会是你们家里的王呢 在留言说一下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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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